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受全球经济下行,库存调整及消费电子需求低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产能利用率下滑,从2022年第二季度就出入苗头,第三和第四季度持续发酵, 且由于从终端市场传导制代工厂绘制后半年左右的时间,今年第一季度以来,各大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仍在持续下挫。 周期性可谓是半导体业逃不过的魔咒,尽管业界预判产能利用率或将在今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回暖,但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如何抗现在的寒冬。 如果说去年产能下滑率还能让代工厂免力支撑的话,今年第一季度却更让代工厂闹心,或将再降一两成报价,甚至有的会下探至五成左右。 联电总经理在近期举办的法说会上就指出,去年第四季度联电整体产能利用率降至90%,而第一季度订单能建度偏低,产能利用率将降至70%。 利基电总经理也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因受多重因素影响,产能利用率预期将从去年第四季度的70%进一步下滑10%左右。 当然,不同权重的代工厂抗压力不同,且从8英寸和12英寸的产能利用率来看,也是冷暖不均。 分析机构ICI Research表示,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相对其他晶圆带工厂稳定,其中12英寸先进制程的产能利用率较低,8英寸还是维持相对健康的水平。 至于二三线的晶圆带工厂则可能更加难熬。 其预计,12英寸产能利用率在2023年第一季度平均落在70%至80%,有部分到60%,而8英寸平均落在60%至70%,也有部分落在50%左右。 这些惨淡数字将直接影响营收表现。 台积电也率先承认,受半导体液持续调整库存及季节性氮剂的双重影响, 2023年第一季度营收为167亿至175亿美元,将同比下降12.2%至16.2%,毛利率预计下降到53.5%至55.5%。 更让业界难以言表的是,这一行情或还未见底。 有报道称,由于苹果和AMD的订单减少,台积电2023年首纪5nm4nm工艺节点的产能利用率将降至约75%,第二季度有可能降至70%以下。 作为台积电的主要营收来源,5nm4nm工艺的产能利用率,在第二季度如果进一步下滑,将导致这一工艺的营收进一步降低。 如果其他工艺不能有效弥补,其营收在第二季度也就可能继续环比下滑。 当然,由于代工产品类别不同的原因,有些代工厂表现相对坚挺。 比如,一些专注于功率器件或汽车类代工的厂商依有稳定的需求支撑,受到的影响较小,产能利用率基本在九成之上甚至满载。 且,IDM大厂可直接根据下游市场来灵活调配自己代工的产能分配,相对抗冲击力较强。 面对这一被动局面,代工厂不得不寻求多种自救方法。 有业界人士分析,首先,cost down一定会做,至于如何降低成本各家皆有不同,因需求不足,关机是多数会做的选项,也可能延后资本支出,或同步跟客户重新协调等等。 应对低价动率,基本上两种方式,一是cold shut down,二是warm shut down。 现阶段据说warm shut down居多,即可能部分机台停机几周,或考量复工的速度暖机不跑货。 依据景际循环的状况,若拖得再长一点,就会有无薪价、降薪、裁员的措施出现。 在这期间,调整举措依据各代工厂从成本评估效益、订单需求复苏性的判断与掌控度有所不同。 而从近期台积电鼓励员工的代薪休假、弹性上半的调整,足可见台积电也在全方位提早做好准备。 在与客户协商价格层面,ICI Research指出有两种方式。 一是采用价格折让rebait,目前多数晶圆厂的首要策略是跟客户谈多拿产能,再给价格折让,如台积电、连电都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二是降价。 目前来看中国代工厂的降价情况比较显著,可能是因为政府补助相对高, 企业有较高的弹性做价格的调整。 而台湾如世界先进等工厂,也有5%至10%的价格降幅,据悉三星代工也有部分价格调整。 在这一情形之下,大客户显然拥有更大的溢价空间。 在低景气周期之下,如果有设计厂商要撤单,代工厂会则由保留大客户提供一定的优惠度。 但一些小设计公司如果投片量较少,可能代工价格仍难以下调。 要看到的是,尽管代工不景气,但仍有坚持不打折的。 连电就坚持今年会维持代工价格稳定,即使手机产能利用率瑞减也不降价。 而产能利用率下挫带来的营收减少,也将造成资本支出下调的影响。 据悉,台积电、连电等均在尽可能推迟或调低资本支出。 台积电下调今年资本支出预期约为360亿美元,降幅达两成。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代工厂也在积极调配产线,为汽车电子、工业及医疗设备等需求走高的应用分配更多的产能。 台积电、连电等都在逐力扩展之可提供更稳定需求的应用领域。 不得不说,全球经济形势仍将是影响半导体市场的最大变量。 而库存调整、需求走低、砍单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影响代工产能利用率的回升动向。 从库存调整来看,不同产品类别表现不一,如手机因通膨与经济放缓,IT消费力道减弱,库存修正可以到第三季度。 笔电等品牌商预估库存调整延续到第二季度。 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产能回升或要至年底,但从上游材料供应角度来看,有可能第三季度应来回暖。 对此ICR Research也指出,不同产品的库存消化有差异性,炉面板从三个季度前就开始第一波修正, 今年初就有极单的需求,但是否是市场需求回升或仅是春节的短暂需求还带观望。 而手机处理器AP目前仍还有平均4至5个月的库存,相对正常2至3个月的水位来说仍然偏高。 整体来说,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第二季度会有机会回升,下半年将逐步回升到接近满载的情况,届时整体市场的代工价格将有机会回稳。 另一分析机构Trendforce也指出,今年下半年一些早前进行过库存调整的产品订单可能会回升。 一些紧急订单和其他涉及特殊规格产品的订单将在第二季度略微提振代工需求。 从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8英寸和12英寸晶圆部分产能利用率将明显攀升。 尽管代工厂遭受的产能利用率的打压将在下半年可能迎来转机。 但现在还在走下坡路是不争的事实。 Trendforce预测2023年,晶圆代工产值将同比减少4%, 与去年预计的28.1%的同比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也比2019年1.9%的降幅更大。 从产能紧缺到产能利用率下滑, 半导体行情的急转直下让晶圆代工厂遭受了忽上忽下的体验。 在紧缺时,傲娇的晶圆厂也不得不放低身段, 寻求更多订单。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订阅。